回來講 來 依三 確實呢 朱立倫也怕進行假投票難看 也怕在假投票的過程當中 造成國民黨的內部分裂 到時候讓綠營有空隙可鑽 這個不只是傅崑琦有參與感 傅崑琦還讓朱立倫也有參與感 否則韓江沛有找朱立倫談過嗎 沒有啊 直接臉書就貼了 但是等一下 朱立倫是有 在宣布之前有跟他說 但是重點是 傅崑琦宣布 真的有說嗎 真的有充分掌握 歸充分掌握嘛 但是到底朱立倫在這個過程裡面 韓國瑜你找江啟臣 有沒有找朱立倫先談過嘛 所以傅崑琦這個牌 朱立倫到底是被告之 還是被徵詢 還是他同意底下韓國瑜 去找江啟臣的嘛 這我可以講 韓國瑜 韓國瑜不重要 韓國瑜大家都知道 朱立倫也不敢說韓國瑜不要 但是我要說 韓國要宣布選院長之前 他是不分區立委 他第一個要徵詢的是誰的意見 我說真的是朱立倫啊 朱立倫掌握13席 不分區立委 黨進一處分 他的連立法院立法委員都不可以做了 何況立法院院長 所以韓江啤包含韓國瑜這個人的 要做院長 第一個應該徵詢的是朱立倫嘛 所以傅崑崎這張牌 傅崑崎宣布參選 不只是傅崑崎要展現他的實力 也是朱立倫說 拜託我是黨主席好不好 你也給我稍微參與一下 所以朱立倫沒有參與感 他連打電話給柯文哲 柯文哲都不接嘛 給柯文哲都不太甩他了 洪友宜 柯文哲有沒有 柯文哲說他接了 朱立倫電話不接啊 因為柯文哲想接誰的電話 想接柯傑銘跟韓國瑜的電話 我這8票你們要怎麼談啊 一樣嘛 所以現在有兩個黨主席 沒有人鳥搭嘛 一個是朱立倫 一個是柯文哲 但是傅崑崎這張出來之後 朱立倫完全掌握了整個立法院的選舉了嘛 包含韓江貝要不要成席 我去跟傅崑崎講嘛 你傅崑崎要退嘛 包含總召的選舉都要聽我喊朱立倫了嘛 所以朱立倫又重新回到了立法院 這個戰場上面嘛 所以也就是說傅崑崎要爭立院龍頭這個事件呢 有兩個人刷了存在感 傅崑崎以及朱立倫 但我剛才特別談到 為什麼國民黨不敢進行假投票 如果國民黨有信心進行假投票 仍然是韓江沛的話 為什麼不敢呢 是不是怕讓綠營有策反空間 現在外傳韓江沛出現 有兩票不穩 來 康仁俊 拿兩票啊 我們來猜猜好不好 第一個當然是傅崑崎的那張票嘛 那昨天我問他 他說他絕對不會跑票 因為現在是傳說有可能兩票不穩 區域 我覺得不分區不敢跑啦 會跑的大概是區域嘛 當然 你看當傳出假投票的時候 是哪一個區域立委 先喊出來講說他贊成假投票嗎 他在follow傅崑崎 但我必須講 哪一個你講名 新竹縣的林思敏 要假投票 公開講 而且我跟你講 其實昨天大家錯愕在於是 包含王鴻威 他們都贊成假投票啦 因為很簡單嘛 你要我支持黨的候選人我可以支持 但問題是你不能把我的權利拿掉 就演這場戲還是要演嘛 就像蔡勝元說的 別再搞徵招那一套 你要我支持我可以支持 但你不能告訴全世界講說 你全部都聽我的 我們就不算 但為什麼就是不敢假投票 我跟你講啦 因為我覺得昨天的整場戲 全部都是套好的啦 全部都套好了啦 除了江啟臣跟韓國瑜看起來一臉茫然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他我覺得都都 而且你看傅崑崎據說 在座談會一直在滑手機 我問一件事情 我問你 有認真的聽 我問你一件事 我套一句藝川 經常講的 藝川一直都說白色是最容易髒的顏色 我問大家傅崑崎 在你的心中是什麼顏色 無色 你要回答我這個問題 傅崑崎一直說他是藍色的 沒錯吧 可是國民黨裡面一直有人把他打成黑色的 只要一出事就把他弄到黑的 就把他切割掉 當時選撤會不是在那裡搞他 侯友宜的臉書 我跟你講啦 講黑金付幣 我覺得今天這個傅崑崎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他不只是要藍色 他要見得光的藍色啦 就這麼簡單 我剛剛為什麼講這個全部都是套好的 朱立倫今天講說國民黨立委都會亮票的這件事情 等於是在閹割國民黨立委的權利 我都不信任你啦 我不信任你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要求通通要技術性量票 問題是哪一個立委敢出來反對 不敢嘛 所以誰敢跑票 沒有人敢嘛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不存在 我就講啊 你如果認為說假投票這件事情 立委覺得不能接受 我叫你量票 就代表是我根本不信任你 我就懷疑你會跑 立委都不講話 我講一個啦 其實總召的這件事情 我認為對傅崑崎是有利的 你要從朱立倫 那你覺得他是不是要總召 我認為會啦 我認為會啦 現在就三個人嘛 一個徐巧鑫嘛 他為什麼這樣說 他說我量體那麼大 不要幫我找工作 沒有啦 但是你只聽到一句 但是他後面講一個 能為黨做事 能為什麼做事 他都接受 他都可以嘛 所以我剛剛講 為什麼講說 他要一個是見得光的藍 以前很多人都罵他嘛 國民黨立委就覺得總召這個位置 你不要開玩笑 總召這件事情 要朱立倫同意 你知道嗎 雖然講說黨團自主 我哪講錯 林涛可以糾正我 為什麼總召一定要 朱立倫要同意 因為總召會接政策會執行長 他是黨中央裡面的體系 沒有那個自己玩的 以前國民黨沒有總召 這幾個職務 後來弄了這個 你要跟黨對接 好 你光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有記者寫說 朱立倫去跟傅崑崎講 講什麼 哎呀 現在有一些新的立委 副委員你那麼多屆 你要把經驗傳承給他們 然後呢 這個總召柯建民那邊 如果你要告訴他們應對 總召對總召 兩個在那裡槓起來的時候 傅崑崎是光明正大 帶領國民黨對抗萬惡的民進黨 有沒有功勞 見不見得了光 你在罵他 你們在跟他切割啊 再來一個 今天 今天傅崑崎展現什麼 我看你的節目 我也第一次在講到 小草還有歌詞 還有唱歌 還有整個這個 不然他歌聲不錯 說實在的 不是啦 我跟你說他在幹嘛 你知道嗎 他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你都沒想到人的小宇宙 朱立倫 侯友宜 你們搞藍白河搞不起來的事情 只有我啦 我可以 只有我有辦法跟柯文哲對話 你們都不是小草 要講合作要幹嘛的 我傅崑崎也是個角色 見不見得了光 你國民黨在罵他 在跟他切割啊 所以我想這整個 從頭到尾 你光看這幾個 那如果大家都這麼不滿的話 光亮票這些事情要翻臉才對 沒有一個立委翻臉 大家都點了 大家都點了 對啊 我拍天 我有拍看你知道 大家投票 裝的跟真的一樣 量票怎麼量啊 他們有哪些計算 以前可以講一下嗎 以傳就都知道 來來來 一三這個是票 吹嘛 蓋完以後吹嘛 不是啊 拿出來吹啦 一般因為蓋完之後 是不是要折起來 他會蓋完票 從票鬼出來之後 這樣 有的是這樣啦 有的是怎麼走出來 不要噴 因為噴很難看 就在那邊噴 有的是怎樣 你知道嗎 我檢查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蓋錯 那因為那個票 其實有點透光 那那個很長啦 很長啦 不然就怎麼折你知道嗎 就是我只要 因為他那個 其實因為選票很長 他只要把他蓋張在那邊 翻過來 這樣拿出來 走出來 給你看 我跟你講立法院的監票 是這樣監 這個是票鬼 對不對 大家就想像這個票鬼 這樣抓起來 對不對 一定要回來 我跟你講黨團的人 就會在旁邊站著 他就站在旁邊站 他也不用光明正大 給大家看 他就給旁邊走出來 看一眼就可以了 那就是黨的尖跳部隊嘛 你看他後面都站著人 每個票鬼都這樣幹 所以要量票的話 如果其實像剛才那個 量票的話 要跑票真不容易 因為任俊哥他講 是技術性量票 我很多技術 我還會有很多 但是現在我們order的是 直接量票 因為說真的 你們像order是直接量票 我們現在連技術性量票都不要 我們是宣告必須要直接量票 怎麼直接量票 公開這樣拿起來 公開啊 我直接量啊 我就我夾進去那個票鬼錢 我就是要量 那這個理由在哪裡 因為現在的所有 那這樣全國老百姓都看到 對 因為全國的現在所有的議會裡面 都是記名投票的 全部都記名 就我要投議長 投副議長 我要記名 那這個意思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選給你投票 你要去選政府院長 或是政府議長 你也不能給我亂選啊 你要對老百姓交代嘛 但是那是議會嘛 但是我們立院還沒有嘛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現在立院已經慢了一步了 這早該要記名投票了 哪有給你這樣亂投 那亂投 大家價碼都亂開 對不對 到底中間有什麼樣的 不見不得人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公開 林桃 我建議你一下好了啦 其實你這樣公開這樣料 有點難看啦 你乾脆就是投完票也不要這樣 你就只要出來喊 韓國瑜加油就好了 江啟臣你就喊 江啟臣加油 議會的記名投票也不是這麼醜 也沒有這樣啦 但是他直接知道你投誰 也沒有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個希望就是說 進去立法院在投票前 最好這一關可以先過嘛 以後立法院的立法委員投政府議長 全部記名 好 阿川阿那這樣你們就沒空間了 你就沒空間了 這也不用策反了 不管那兩票是誰 現在都不用去照啊 不可能啊 喔 是這樣喔 喔 我們就這樣 你的態度是什麼意思 你不相信他們不會跑票 沒有 有技術性量票也有技術性跑票 這個齁 不一定要給大家看啦 按照數學的算法很簡單 他的票是長方形的嘛 對 我們三個 規定我們三個都要拗這樣 拗就好了 我們三個都要拗這樣喔 然後我們三個蓋那一個的時候 我規定王毅川的蓋左上角 那個格子嘛 我蓋左上角 你蓋右上角 他蓋左下角 等一下開票出來 少一個右下角就是淋桃跑票 我為什麼要亮給他看我不用亮啊 我們三個出來就是要拗這樣 他們兩個出來就是要拗這樣 那很多種組合嘛 講好就是說你是怎樣折的 折出來你是在那格子的左上角 右上角 正中間 左下角 右下角 一個格子可以蓋五個地方 你看齁 民進洞 量票的技術比你們好多 他們這樣很多招式 對啊 人家不敢這麼多 你想想看 手樓這麼細 第二個 第二個可以拍手機吧 我進去投票可以拍吧 我可以拍吧 我可以拍 我有拍啊 我們現在再給大家介紹一下 第二個 啊有一些人 有些人就說我沒帶手機對不對 對 沒帶手機 又給你一個可以拍照的手錶啊 不要假鬼假怪 把這種很多那種什麼農會 各理事會在選舉出頭這麼多啦 最好就是說從現在開始 國民黨就認為他們就是五十四票 五十四票就是沒有過半 五十四票就沒有過半 五十七票才會過半嘛 五十四票 國民黨現在看來 泰式的十首五十四票嘛 五十四票另外還有五十九票嘛 五十九票會贏五十四票嘛 就是這樣啊 所以上書上贏怎麼一定 阿川的言下之意就是 民眾黨跟民進黨合作也不可能 但是老柯和黃國昌 不會這樣 叮叮叮叮叮 真的有合作的可能嗎 黃國昌一副一挑出來 急著挑出來三個 十五號一挑出來 一副天下聽我的樣子 吃吃吃吃吃吃 然後開入這種條件 根本他跨錯線了 讓民進黨和國民黨 兩大黨都聽你的嘛 所以這個巴西看你如何善用這個巴西 假如你是只知道混亂 在做表演的話 那是沒有用的 作為總召的柯建民 連立法院院長蘇嘉全 或者是游錫坤 都沒有放在眼裡 彷彿整個立法院 是由他個人 所可以左右 所可以操控的 不過 這樣的時代 或許已經結束了 老柯話講到這個份上了 阿川啊 還有合作的空間 欸 為什麼要逼我講這一題 因為 黨對黨是很難談 因為黨要回去跟支持者交代 對 你說阿阿 我們現在拜託黃國昌 導然 叫黨去黨 叫黨去談 這個難度非常高 但是人和人談就容易 那人是有感情的動物 人跟人有交情 有私交 有仇恨 愛恨情仇都有 有一些人就是 我就是看不爽你 你們誰都可以就是不可以他 二月一號投完票 二月二號就完結了 接下來的立法院 是每天完結了 對 沒有那一種 今天說好和平一個月 沒有啦 二月一號投完票 二月二號就完結了 就是這樣 光要排那個議程 大家就慘了 幾點要開會 譬如說 如果韓國會做院長 醫藥立法院都會補兩點開院會 九點沒開 表決就改善兩點 就善兩點了 我還給你江啟臣 江啟臣是日監部的啦 沒有 江啟臣選區要服務啊 他怎麼可能大家都在國會 都在香港沒來 要去國會 不可能 照倫流啊 所以這種事情接下來 二月二號以後就忘記了嘛 所以二月一號以前 就大家各憑本事 但是可以確定就是黨跟黨 其實很難談得下去啦 那就是靠個人的這一個交情 魅力 這個領導力 看去怎麼樣去 各位記得國民黨就是五十四 五十九大於五十四